大配刑警冲进办公室 吓得员工通通不敢动 因为警方发现这个办公室 实际上是博弈集团的洗钱机房 而主贤和机房主管都不是台湾人 而是来自韩国持旅游签证入境 韩基金姓主贤打着旅游 兼赚大钱的口号 号召韩基人士来台担任干部 开出月薪10到12万 也招募台湾员工需要精通韩语 月薪5万元 负责将韩国博弈网站的部罚所得 层层转会隐匿犯罪所得 7个月就经手83亿 他自己认为在台湾 从事部罚不容易遭到查契 因为在台湾的部分 对这个赌博的一个刑者 他们认为韩国比较重 所以他们为了躲避 逃避在韩国当地刑法的一个追究 所以选择在台湾 刑者比较轻的部分来做一个 机房的一个设立地 犯罪机房就隐藏在台中闹区的 商办大楼内 还是有合法公司行号掩护 但还是被警方试破 将金姓主嫌等16名嫌犯 以赌博罪洗钱防治法 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 以送法办 307月许出为张展智台中张华 总